他們是故意當作不知道 今天投票的程序還是怎麼樣 因為今天投票跟我們一般看到不一樣 今天的投票是有選票的 之前是舉手表決或者是那個插卡 那因為要舉手表插卡的時候 跟韓國瑜就有關係 韓國瑜就喊說現在開始表決 你只要讓韓國瑜沒有喊出 現在開始表決 那這一個動作就不會進行 可是今天因為是發選票 那發選票呢 他就大概就民進黨的投一個票櫃 國民黨的投一個票櫃 而且他是因為他是記名投票 記名投票不只那一張選票上 譬如說葉原之投的那一張 譬如說葉原之投的那一張 上面就有寫葉原之委員 然後你是投這個贊成還是反對 都要念出來 所以今天在開票的過程中 念到前12張的時候 只念贊成反對 就搞不清楚 為什麼因為那個選票很複雜 他叫做贊成本院原決議 反對複議 另外一個選擇叫做 反對本院原決議 支持贊成複議 你很厲害 我跟你講我看到那個 到底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用這麼凹口的方式來貼 本黨黨團在開會的時候 就一位同學舉手說 到底是要贊成還是我們隊 就通通投左邊那一格就對了 我們就說贊成複議 可是贊成複議是寫在下面 贊成複議的上面是反對 本院原決議 後來答案就是民進黨 就是投左邊 那國民黨他們就會投右邊 民眾黨投中間 就是這一張票為什麼會設計到這樣 當然以前過去所有的複議案的選票 都是一樣 那這個當然第一個要要改 今天投票比較特別的是韓國瑜 因為我們本來就會算到民進黨就是51嘛 那這個國民黨加這個民眾黨 加起來當然是62沒有問題 可是62比51差了11票 照道理韓國瑜站在他院長的高度 因為這不是人事權 這完全就是一個法律 他站在他的高度 他應該不要投票 因為不投票也會贏 對啊 可是今天韓國瑜出來投票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很驚訝 就是說你韓國瑜為什麼要出來投票 江啟臣 其實韓國瑜江啟臣 兩位都不應該投票 今天如果說要投院長副院長 你們出來投 可是對這種事情的 你們應該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 那顯示他們沒把握啊 對就他們也擔心民眾黨 惡搞他們你知道嗎 因為民眾黨這個 不是巴席啊 這個白影的這個巴席 或者是稱為小藍巴席 就是說不管是小藍巴席 或小白巴席 他們的這一個外界本來認為說 這可能不太穩定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幾天 黃國昌說我們全部會 這個反對這個負義 對 可是黃珊珊說 投出來就知道 對 對 投出來就知道 所以今天的這個投票 本來有這樣一個很詭譎的氣氛 可是因為每一個人通通亮票了 包括他民進黨也都亮票 民進黨 蓋完張拿出來就會 我們的韓法比較簡單 就是說贊成賦予 贊成賦予 就是這樣比較簡單 那所以今天投完之後 當然沒有 唯一出我們意料的 只有韓國瑜的那一張票 那這個投票的結果出來之後 就是立法院應該今天下午 或者明天 禮拜一早上就會送給總統 那總統照規定 他就一定會簽名 他會附屬 簽名之後 最快就禮拜三 這個法就生效 那法生效之後就要提複議 那提複議 不是複議 提四線 違憲審判 提四線 就是說到底 最快禮拜三就提四線 那誰會提四線呢 現在就民進黨 立委員黨會提四線 顯然行政院也會提四線 另外有一個是監察院 監察院 因為侵犯到我的權利 因為監察院 各位記得上次通過的時候 監察院是在第一時間 對 他就說你侵犯我的職權 那至於這個總統 總統 總統府或總統 會不會提四線 那就是看總統的最後的決定 所以至少 就是說看起來會有幾個 憲政的主體 憲政的憲政機關 憲政機關 加上民進黨的立法院的黨團 大家都會去提四線 所以大家想一下就是說 如果四線的結果 今天通過了這兩個 包括刑法跟這一個 立法院的直選行司法 如果有違憲 如果有違憲的話 那國民黨的這些立委 要不要回去跟選民交代 那些要選縣市長的 從屏東蘇清泉 高雄柯智恩 嘉義的王玉民 台南的謝龍介 到這個雲林的張家駿 包括彰化的謝一鳳 台中的江幾成 有不分區立委 有區域立委 你們要怎麼回去跟你們的選民講 因為選縣市長選票都要過半 不是只有你們現在搞極端的 比如說像月圓支 就是訴求藍贏的支持者 選縣市長是要過半的 這些過半的 你們回去怎麼跟選民交代 如果四線結果在三個月 四個月內就出來 那這個事情變成這個 整個球會丟回到 國民黨的這一個身上 那第二個 當然這個四線的同時也會申請 這個暫停處分 就是說這一個 這一個法律案先把它暫停 那暫停的這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沒有暫停 這個繼續用下去的話 會有不可回覆 之前是因為我們要申請身份證 一個案內指紋 立法院通過 後來就暫停之後 大法官就同意接受先暫停 然後等這個四線結果之後 這個法來推 所以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如果在下個禮拜三 提出四線也會同時 拜託不是拜託 就是說申請或者是提出 這個大法官 能夠把這一個法律的這件事情 能夠暫停把它 就是說 減息停下來 就是說他不會繼續往下走 那如果大法官的這一個審查 就三位大法官接了這個案子 審查這個同意都可以啟動 暫停的話 那這個案子就會停 否則現在國民黨在等一件事情 他們準備在這個空窗期 到7月16號之前 將近兩個多禮拜的時間 他們開始要施設刑堂 他們會開始處理 雞蛋 口罩 疫苗 光電 就開始搞這些事情 大大小小有的沒了 全部叫來立法院 施設刑堂 然後不講 官員就把你移送法辦 一般的民眾就把你罰款 一天罰10萬 一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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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在等一天 在等7月16號以前 他們準備成立這些委員會來施設刑堂 然後來在立法院審判這些案子 為什麼會講施設刑堂 其實因為 他已經都經過法律程序了 那個疫苗 我們都講說有六十幾件 都不起訴 六十二還六十三件 後來又有增加件數 然後什麼光電 雞蛋 那不是都有在查嗎 不是沒有在查 那場內在投票的部分 說到韓國瑜 韓國瑜幹嘛要跳下來 然後時期要來做補充 我覺得你看這一張 因為通常院長副院長 他們因為議事保持中立 通常都不會投 除非是碰到那種 就是高度緊繃的狀態 然後剛好平手 然後最後一票那個關鍵 那時候王金平才會去投 但是現在看起來 你明明這個藍白 就是人數上面 是碾壓民進黨的 這個時候其實不需要你議長的票 但是你議長還跑去投票 你看他去投票的時候 後面這個 有沒有 嘴巴從右耳裂到說 好開心喔 這是傅崑吉總招 好那我判斷為什麼他要 這個韓國瑜要去投票 我覺得因為韓國瑜其實是 正藍軍深藍軍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性人物 所以他必須要維持住我自己在深藍 正藍的這個色彩這個形象裡面的這個重量感 分量 如果我通通都中立 他會不會被藍軍罵 他一定被藍軍罵 這個韓國瑜 關鍵時刻 都沒有跟我們站在一起 所以他必須要透過這樣子的行動表示 來穩固他在深藍 在正藍裡面的那個重重要性 所以呢 維持他在深藍裡面的分量 有什麼好處 你怎麼知道接下來我沒有要選黨主席 你怎麼知道接下來 國民黨在提名不管是縣市長 或者是下一任總統的時候 我韓國瑜這個的發言權 你們能忽略嗎 會不會 如果我都真真心誠意的 跟你講這個議事中立 我逐漸跟黨之間的距離是越來越遠的 越來越模糊的時候 我在黨裡面 我是沒有發言權的 那我沒有影響力 我還有什麼樣子的政治價值 開什麼玩笑 我大韓國瑜 怎麼可以有放任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我認為他勢必 會在每一次的這個藍綠對決衝突當中 每一次都會投票 他必須要贏得藍軍 支持群眾對他的認同感 對他的 你看 我們這個韓國瑜就是跟我們站在一起 他是我們的團隊的這個 這個領袖級的人物 這對於接下來 不管國民黨裡面所有的權力更迭 他都有重要的發言權 甚至於他自己有沒有要參選 都會是一個關鍵的這個表示 所以大家這邊講說 國會議長是中立的 沒有 放在國民黨身上 沒有意識中立這回事 永遠是黨的力量 支配我的這個行為 最重要 所以韓國瑜今天的投票 他接下來每一次都會投票 在國民黨身上